你看這個快到發新日了 這次的東西是要給我的會計小姐的 這些 單據你看 台灣的單據就是這樣子 有長有短有大有小 沒有一張是統一的然後 你看 那很多人都會講說要打 什麼 載具我覺得 我當然知道你們熱心的但是拜託 你們 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說的是什麼你知道 我們有一些是有打統邊是不能打載具 你在國稅局你是要報費用 譬如說 郵單 交通費 或者是今天跟客戶吃飯這些是可以報工帳的 這些都是怎麼樣要統邊你看 這個我們上面有我們的統邊號碼 那你就會有 這右邊這一點全部都是有統邊號碼 你看有大有小有長有短 就很討厭你看下面居然還有一些廣告 我覺得 我們的政府真的要規範一下這個統一發票的這個 尺寸要致死的話拜託拜託這個是 不要小看這個小細節 你知道嗎 我今天為了整理發票就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 整理發票 這個是最沒有產值的事情 你讓中小企業的會計單位在整理這個發票 這是多麼一件沒有效率的事情 就像 一條馬路上面有過多的紅綠燈的一樣的意思 你讓這條馬路上面的 運輸效率大大的降低 很有可能有些 紅綠燈當然是為了安全必要性嘛 但是我一直說 你必須在安全 與效率上面 取得 最大的 平衡點 OK 我發現 不知道中小企業 每個月花多少時間在整理這些單據 之前我每次在抱怨單據的時候就 粉絲朋友在講說 我用一個盒子啊 各位 那個是個人的做法 我當然我今天是個人 我不用擔心我就把這些都扔了就好了 我只留那個可以對講就好 重點我不是啊 我不是你講的這個 這樣子的 形態呀 你看 一樣是打筒邊的 來來我看你們看 最長跟最短的差的 這還不是最長 我拿一張最長的給你們看 來 這張是最長的 這張是最短的 兩邊一個是打筒邊一個沒打筒邊 我光這一點要弄好之後 再把它整理 然後再給會計 就頭痛 沒筒邊 那這個是什麼 廣告 加油就有洗車券 我覺得現在環保 你要 你如果要 讓這個 吸管 禁用 我覺得連這種你都要禁用 不能再印這些東西了 這東西其實基本上效果不好的 發票印出來然後還 後面再夾帶這個廣告單 這個都要禁用 你如果要環保這些就是要禁用了 而且他是很沒有效率的 在這個年代這種廣告單是完全沒有效 你看我連看都不看我都這些都要扔掉 我每次只要整理是發票就抱怨一次 因為我沒有辦法改變他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不是說我不想改變我根本沒有辦法改變 這個是 政府的 這是政府的決策 不是我們小奶奶線可以改變的 好這件事我可以拿回去對講的 這些事我要交給 快去 快去 快去